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次呢我们会学到spark的优点是什么 再往后呢我们还要看一看spark生态圈还有谁 那首先我们要感谢一下整个PPT包括整个分享的作者就是叫塞米尔 他之前是在浩腾works工作了一段时间 那再往后呢自己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做很多大助理咨询 然后就到我们databricks作为一个支持客户并且教学的一个engineer 那我首先看看很有意思是啊 到底谁在学spark可以看到大多数90%都是developer 但还有20%多同时具有data scientist的属性 所以可以看到在spark其实对我们做数据分析 或者大数据相关的分析变得非常简单非常快速 因此呢很多人开始选择它 其次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在这一页里很有意思东西 就是我们现在这些大数据到底哪个平台最火呢 我们从中国数据可以看到 那最基本的肯定是atbs是最最火的之一 为什么呢可以想所有大数据除了在google里面啊 你要想存储起来 那你怎么存哪怎么办 那最好最稳定最靠谱就底层了atbs 但是哈杜普其实包含很多 比如说你可以说哈杜普是包含atbs呀 包括它er Warmapre Dios都包含着 那其实它最近支撑它到现在就是最基础fundamental了 还是整个底层的文件系统 这个是至今没有人碰它的 那同时可以看到Mapre Dios R也很多 Maisos正在成长 那还有卡夫卡也非常多 那我们之后也会开出一个深入潜出卡夫卡系列的 包括再往后看 比如说这个Cassandra会发现 其实还有很多人在用啊 在公司内部 Gebase当然也很多 HaiWi,ZoKaper,MangoDB,UZI,然后在后面就一些谈情搜索的框架